继续来看着山区的消息 阿里山藤翁南岛心中间公路 在100.4K的935站 常常有高山米狗来到路边 因为UK拿东西给它吃 搞渐渐进化 如今一家高山米狗变成小东西吃 像台观察家既立业书所加逢蝗油 蝗油不肯在东西给它吃 净要快喝汤保护搜索的物品 阿里山藤翁南岛心中间公路 在100.4K935站 常常有高山的米狗来到路边 一旧旧英尼来通策UK六色进立沉山来滤油 早期看到台湾米狗是新尾阶级 六色也经由UK市狗的现象 米狗渐渐来进化 24年后的今天打打这些高山米狗 UK市狗变成小石 看到一对夫妇就坐下来 准备吃早餐 就拿了包子 突然一只台湾米狗 公米狗冲出来 直接往那个夫人抢包子 抢完这对夫妇非常的紧张 就赶快离开了 那个猴子就在那边津津有味的觅食 等他吃完另外有一个游客也是在骑机车过来 他所领着那个那个一个一些食物 那猴子呢一看到游客拿到那个塑胶袋 就直接往他的身上铺上去 就又抢了他的东西 那这一次呢因为他抢的东西呢 就跑到那个树上来去觅食 尽管公布来提前游客 但是米狗秋适 担担也有听过 台湾米狗来喂食 但是呢这一次呢 是台湾米狗呢 抢游客的食物 那我们时常在那边观察 我们应该有最新四步原则 一不干扰 不接触 不喂食 第四呢 就是食物不要拿出来 所以因为现在台湾米狗呢 看到有年类呢在那边吃东西呢 他一定会抢年类的食物 像有一些前几年呢 有小巴进去 司机呢忘了把门关起来 整个火群的十几只呢 就跑到他里面那个游览车里面 那司机一紧张就拿着扫把呢 一直一直追赶 这种画面呢是时常在看到 游客过来 那个台湾米狗呢 可能习性有一点改变了 他一直整群 二三十只呢 一直在叮咛着那个游客 那个他们在手中的一个食物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游客呢 尽量在那边吃东西呢 尽量在车子里面要关闭起来 那到户外呢 绝对不要拿手中拿东西 连矿泉水都一样 都不能拿在手中 因为台湾米狗呢 因为为了食物呢 他不择手段 一直会往你们的那个车子 上面爬 如果看到你的窗户没有关 就跑进去 去把你的东西 把它拿出来 更好 生态观察家以及热鸭树 苏家红也活跃 迷糕收到温食效应影响 有些温食轻理意气 核液食物 进化变成抽食 活跃没有在当地吃食之外 更要关闭炸汤 不可缩虚待的物品 世新新闻粗面团 各位观彩虹不得 努力与坚持 每一步都是向前的突破 每一个人都在为加一线 创造无限的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破茧的曙光已出现 嘉义的希望也正在实现 再创嘉义的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布